诗篇第八篇 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是非常优美 而且是平常基督非常熟悉的 这一件经文 诗篇第八篇我们用起义的方式来念好了 我来念第一节大家来念第二节 最后他有这个六七八是一起的 我们就一起念 第一节诗篇第八篇第一节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体验的原度 从遗憾和失败的口中 这些的能力 使求你和报仇的灵头无焉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这一说人算什么 已经是福利他 是人算什么 已经是福利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官免 你才害他管理手所照的 寻乱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天脸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还尽心海盗 都浮在他的脚下 我们还是一起 耶和华我们的恩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们看第二首在诗篇 诗篇的第四十篇 第六到第八章 寄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翻记和赎罪记 为你所要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典上 已经记载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这里分别为圣 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圣日 我们来朝拜 主这是你自己所应许 所命定 要使众人得福的日子 主我们今天应当到你的面前 来享受你所赐的安息 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 得着根心 得着力量 主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里 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 也愿主你自己 来打开我们的心 好叫你自己的道 能够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生活 也扎根在你的生命之道里面 主求你自己 能够把这经文里面的奥妙 亮光来向我们发出来 好引领我们 可以更加的来亲近你 让我们能够把生活 来更像你 主求你自己 保守看顾我们的 整个聚会的整个时间 所有时间里面 让我们在这里能够 时刻感受你在我们中间 你和我们同在 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这里 主我们谢谢你 荣耀都会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你祷告 我们所念过的这个经文 并不是非常的好懂 在解经上有非常复杂的地方 但是因为在新约西伯来书 他引用讲到这个诗篇的第八篇 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那所以呢 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方法 让我们来了解这个诗篇里面的奥运 所以就是讲到那位创造者 那位赐宇宙宇宙万物生灵 生命气息 并且赐给我们人类荣耀尊贵的那位主 他来到这个世上 而是什么呢 比天使更微小一点 甚至成为了算不了什么的人 而为了要什么呢 为了要成就他 他的他未来的这个荣耀 就是掌管一切 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 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呼应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但是在这个这样的一种 一种救赎的故事 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呢 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故事 但是呢这个性质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电视剧小说 或者是那些野史里面 会喜欢 特别喜欢讲一件很 很很很 就是说很多人会津津乐道 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事情 就是皇帝威服私房 大家知道吗 那所以就可能很多人 听不懂什么叫威服私房 对不对 就是这个皇帝呢 打扮成一个很普通人 然后跑到这个老百姓中间 然后去观察感受 这些民间疾苦 收拾那些地方的那些贪官恶败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老百姓是叫什么 顶礼末斑 这种皇帝是什么好皇帝 所以我们呢 特别喜欢什么这个 细说乾隆 然后什么乾隆下江南的故事 被各种小说家写了一遍又一遍 那我们看到这个皇帝 那我们看到这个皇帝 这种威服私房很了不起 因为他是很很威胁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也有很特别的不同的故事 比如说这个乾隆下了这个江南 他发现哎呀 不出皇帝不知道 出了皇帝又发现 原来世界是这么漂亮的 后来他就像这个北方 这个到处都是干巴巴的 然后那个草也不生 树也不蒙 他说这个江南真是什么 真是风光太漂亮了 叫三清水秀 然后呢 大家如果去过这个中国北方 跟南方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次第一次 带这个北京的同工到 我们南方浙江去玩的时候 有一个同工一路走路 一路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 我发现南方和北方不一样 他里面这个树特别多 他说哎 不仅多呢 就是长得特别猛 就是说这个树长得特别好 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说我 我说我人生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去北京 我说人生第一次看到 什么叫垂柳 我说那个北京的垂柳 真叫垂柳 垂头上气的 不要死得一样 但是这个南方的垂柳 是很有精神的 然后他们一路走就说 哎呀这个南方 这个山水吧 真是漂亮 所以这个皇帝 威服到了南方 有的就说什么 说咱们能不能把南方搬到北方去 这就是颐和园的来源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颐和园 那很多的建筑都是模仿这个江色 江苏的还有浙江 那当然后来还有这个磁西花很多钱修建 那所以这样从清朝才会灭亡 那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皇帝呢 他他很新鲜 到了这个所谓的这种疾苦的民间 他发现还有比他王公里更漂亮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皇帝的这种威服里面 他最终是什么 是张弦那种威容审判的二人 但是他最终也没有不像这个 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故事 是生活真正的像个普通人生活在他们中间 并且成就更伟大的事情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呢 说这个上帝创造万有 但是他在这些因为这些敌人的缘故 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那些反对上帝的 在那些对方上帝的 不尊重上帝律法的世代 上帝是怎么样来胜过这样一个世代 他不是用非常按照我们平常人 所想象非常有强大的这种形象出现 而是非常软弱的形象出现 是在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 是只要有一个卑微的孩子的来到 要什么这些仇敌羞愧 在这里面啊 在圣经的第三节和这个第四节里面 那特别呢讲到这个 这究竟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一样的存在 这个诗天的作者啊 按照这个开头就是大卫的诗 那他呢 他说我看你所造的这个天 你所成色的月亮星球 便说这个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 你竟顾念他 顾念他的意思是指你竟能够想到他 我们看到这个人在整个宇宙中 算不了什么 我们 这个地球不怎么算是 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大的 但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那是微不足道 但是这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 又是微不足道 银河系的外面呢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在在整个所有的 动物生命里面 那我们人也并不是 所有的各个方面是最最强大 我常常说我们人有很多跟动物相比 我们有很多的弱点 对不对 我们跑步过马 我们脾气也没有牛大 那我们 我们有很多在这种 纯粹的一个物质现象 生物现象的话 我们人有很多弱点 但是人 人非常的卑微 非常的微小 但是上帝心里面 就是什么呢 想到的是人 所以这个顾念 就是神的心里面 想到的是人 这么渺小的 你怎么会想到他 这个圣经里面 在这里面 希伯来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人算什么呢 这个人 这不是在圣经里面 上帝给亚当 起名叫亚当 他的意思就是 成组就是人 但是这个人 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 在创世纪第四章第26句 说那个时候是什么呢 是以罗斯 生了一个人 名字叫以罗斯 然后呢 人才求告耶和华 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圣经会讲到 以罗斯的出现 人才求告耶和华 之前没有呢 这个以罗斯 这个以罗斯 他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指这个人 以罗斯就是人的意思 他是指这种脆弱的 会是卑微的 会死的 人在那个时候可能第一次看到 那种生命的悲剧 看到那种死亡的真相 看到上帝咒诅在人身上的应验 所以呢 这个起名叫以罗斯 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 所以中国人说的好叫什么 穷者忽天 那所以因为呢 人到 到了这个人到穷途目录 看到生命的悲剧 发现人的暖弱 人才开始来求告耶和华 所以这里用的这个人 算什么 这个人就是用了那个 以罗斯那个字 那就是指人在 人在万物中 在整个 从生命的本体而言 他也是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暖弱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呢 人比天使多小一点 但这个天使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中文圣经里面 括号是神 这里是很难选择的 就天使或者是神 两种各种不同的这个圣经 还有翻译 在不同的英文翻译里面 都有这个不同的选择 但是我想不花很多时间去讨论 在这里指 无论是神或者天使是人 比那种永恒里的灵体 那个超自然的存在 都要什么都要弱 那那但是呢 上帝就赐给他荣耀尊位为冠冕 那么这个荣耀尊位的冠冕是什么呢 就是使他成为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 那就是说管理什么 管理一切地上的这些牛羊 还有海中金型海盗的 还有这种空中的鱼 那所以我们看 那在在 人这么微小暖弱的 这样一种生命特征 但是上帝吃给他的荣耀 就是让他来管理上帝所造 所以我们会看到 人的存在真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 这个怎么样这个奥妙 我们在整个宇宙中 我们是暖弱卑微微不足道 但是上帝就偏偏 差遣人作为他的这个代表 他作为他的这个Agen 来管理整个世界 人虽然从形体的角度而言 人是非常卑微的 和甚至算不得什么的 但是从智慧而言 人却是了不起 我们比较 比方说我们 大家都听到一句话说 什么比宇宙更加宽广 就是人心 甚至有在很多诗人的笔下 把人的心灵 人的智慧 把它形容描为为是无限 但我们知道是有限 真正的无限则只有上帝置身 但是人的心灵 确实比宇宙更宽广 我儿子还没有上学的时候 刚第一年我们到北京 然后终于碰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博士 研究那个天地物理的 你会给小孩子讲这个天地物理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的宇宙外面是什么 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对这个人就是很惊讶 都没有上学 他两个月亮都搞不清楚 怎么会问宇宙的外面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物理学家说 问宇宙有没有边界的问题 对吧 但所以很多人说宇宙是无限的 但从基督教的神学角度 宇宙是有限的 但是这个有限的宇宙到底有什么外面 我们不知道这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但是呢你会看到人小小的 人有那种好奇心 人有那种想象力 人有那种智慧去问超过任何一个 生命或者我们已知的这些动物的这些智慧 很多人 以前很多人说这个人是从猴子进化来 所以很多人就把拿猴子来做实验 就是说最聪明的猴子在数学上 基本上过不了这个程度流行 只能够再加减 而且是在十位数里面 这很复杂的数学 它就稍微复杂一点 基本就是不行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小小的 我们可以做很复杂的数学体 很多天才 北大的数学体在中国很出名 有很多小小的数学天才 只有十百岁就上天天生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看到人是很卑微很暖络的 但是呢人的心灵人的智慧 却是这么的卓越和不可思议 是上帝是给我们尊贵荣耀和观念 但是在诗篇里面这里埋伏了一个 埋伏了一个 埋伏了一个胡比讲到 这个人 为什么说人算什么 为什么用这个 Inos这个字 就是指人在从原初的 上帝所赐于那种尊荣 那种尊贵和那尊业地位里面失落了 所以在这些诗篇在 在这个 撒斯底亚的哈姆雷特 这个剧本里面 他曾经有这样一段的描写 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他的理性多么高贵 才能多么无限 动作多么敏捷 体型多么令人赞叹 行为像天使 物性像天神 宇宙之自媒 众生之灵长 这是撒斯底亚写的 对人的这种高超卓越的这种赞变 可是他下面只有短短的一句 那就让人感到很悲哀 他说了什么呢 但在我看来 这尘土的精华又算什么呢 就讲到人是有上帝的尘土所造 我们不过是一堆土中可能稍微比较好的那点土而已 但再好也是土 所以我们看人类的生命里面有这样一种一种矛盾的地方 就或者说不能说矛盾是一种非常混合的这样一个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是卑微的同时又是卓越的 但我们是以我们被造为这种不朽的特性 但我们又是又是在败坏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原来这个经文是说到了这个隐藏这个救赎的故事 那位创造者耶稣基督 他将要成为卑微的人来到我们中间 他要救赎这些人 要恢复人类重新有的这种尊贵荣耀和冠名 其实我在第一次讲这个诗篇的时候就已经讲过 耶稣基督的来到被上帝立为主立为王立为基督 又重新做为什么 作为人来同往外 大家注意这个特别的地方 上帝从来都是掌管了整个宇宙 但是耶稣基督被神立为基督立为王立为主 是要作为人的身份高僧重新来治理代表上帝来治理这个世界 而所有蒙救死的群体是什么呢 是与他一同做法 我们刚才在这个圣经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字 就是说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 这个顾念我刚才讲的是指神的心中想到人 顾念人 但是下面说你已经眷顾他 这看起来是同一词 但两个是绝对不同的这个level 在第二个词里面呢 讲到神眷顾 眷顾这个词是什么呢 中文其实这个词对现代口语已经有点不太容易理解 眷顾我大概就是照顾他或者是对他很好 但实际上就是指westing 眷顾就是指来看他 顾就是看他的意思 所以上帝心中挂连着我们 挂连到什么程度呢 他自己来到我们中间来看望我们 所以当路加福音里面报告 那个他的神眷顾以色列 包括耶稣降生是上帝眷顾以色列 那个眷顾的指上帝现在干什么呢 正在pesting 在正在访问 在正来到以色列中间 所以这个眷顾不止的 不止的神的心里面来挂念我们 来体贴我们 或者是对我们很有爱情 而是指他自己来到人类中间 他生活在我们中间 他访问我们人类 这就讲到是什么 是道从肉身的故事 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 施洗约翰说 道从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但是他在那个话后面 他讲到 其实他那里隐藏的一个在下面的一章十九节开始 就是约翰福音师洗的故事 他在那里讲了说 有一位在你们中间 约翰福音师洗的时候 有一位在你们中间的那个 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文不容易看出来 以为说耶稣来到了这个人类中间 其实是在那个英文里面 把希腊文的这个太义士翻得很好 就是那个时候耶稣正站在哪里 就是大家都在受洗的那个聚会里面 约翰福音师在聚会里面 耶稣就在哪里 所以约翰福音师说 有一位今天在这里的你们不认识 但是我想 这句话讲了以后 肯定大家会很很惊讶 然后开始不停地找找看哪一个长相比较像的那个米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是找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他的出现没有特别引人祝福的地方 他以卑微人质的形象出现 所以那个约翰福音在一章十四节里面 道成的肉说 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那个住在我们中间 那个他把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 翻译到了希腊文叫做Scan 那个字的意思是指 原来是指搭了那个帐篷 就是搭了神的帐户在人间 搭了一个帐篷 所以在那里的意思是指上帝在人类中间 是指搭帐篷 意思是他现在住在我们的跟我们是never 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他按照今天的现代社会的话 他上帝住在我们隔壁 他有一个门牌号 所以就是这样神与我们比邻而居 而为什么大家没有认出他来 因为他就是选择以最普通的最卑微的 这样一个人质形象来出现 如果耶稣基督降生 他作为人是一种有特别的记号 充满着那种无罪的荣光 谁都可以看出来他就是 对不对 但是他以最卑微的方式 甚至保罗说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就是一个用人 就是一个吓人的这种一个形象 所以大家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来他 他来到了我们中间 他眷顾我们 他正在与我们比邻而居 但我们没有人去认出他 但是我要希望能够非常简洁的可以解释 我们讲为什么上帝会来到人类中间 为什么上帝自己会成为人呢 所以在英国有个神学家叫做Ancelon 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Why God became man 不过他不用英文写的就是 那所以就问 为什么上帝会成为人在我们中间 大家有没有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上帝要救我们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你们有没有平常这样想 他万能的嘛 他要救我们 一下子把我们就好像 我们落到这个什么 这个海里面好像过游泳一样 上帝把我们一把拉上来 什么都解决了 为什么要成为人 而且很多道理都特别难懂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人 而我想在解释这个之前 大家还有没有人 比这个更有好奇心的 为什么不是圣父道成若生 不是圣灵而是圣子 没有那么想过什么 因为在我们看来好像 好像上帝说我要准备事件 准备拯救这个世人了 然后这个 耶稣和圣灵都等着被拆遣 这里面有很特别的 我就不讲那个中世纪的逻辑论 逻辑论论论 一定会要耶稣基督不可 否则的三一次序就会 就会这个 会有一些混乱 但是呢我就举一个早期教会的论证 他说为什么是耶稣基督道成若生 他说因为人被造福音那种尊贵荣耀 是因为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而上帝的形象的本体的那个真相 就是耶稣基督 而当人落落失去神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的时候 而上帝那个本体的真相 他自己成为人来拯救我们 没有比这个更加 perfect 就是说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完美 更加合理的来挽回那个本体真相来到世界 来挽回我们人类失落的这些尊贵和荣耀 那我们就是第二次的经文里面讲到说 我已经什么我来了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 但在希伯来诗的引用里面呢 却非常令人困扰说我来了你却为我预备了什么 身体 为什么一个开通耳朵和一个身体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希腊文圣经的翻译者对希伯来文的这个字 可能感到把它翻译到希腊文非常的不容易 那个那个原来那个开通耳朵的意思把它把它刺穿 让人想到是那个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人要做儒谱 一辈子听从主人把耳朵打穿 但是所有就业专家主要的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就业专家 认为呢这个解释是不美个善事 这里跟那里没有关系 他但是为什么其实是一个人会把它翻成为身体呢 他他好像的意思是是一种意义一种一种解释 就在这里说我来了在那里是三个一体之间的对话 而我来了这里这里的是预备的开通了我的耳朵 这指他表明可能是那个其实是一本人认为 这个就是表明了是他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用来这个象征和隐喻 所以把它给解释为身体 但是我我这个花了我很多的功夫 我去看了很多这个这个不同的圣经的操本 发现了早期三个最权威的这个希腊文操本 都是用这个身体而不是耳朵 现在有找到不同的操本是耳朵 但是呢 但是最权威的三个反本 一个是希腊操本 他没有来到世界之间的一个对话 他没有来到世界之间的一个对话 所以当他来到世界的时候 圣父为他预备了什么 身体 但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记载是因为圣灵感应 为同真理所生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取了和我们一样的肉身 现在我要解释的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是要有肉身 而且是为同真理所生 我上一次在小组里面聚会使徒信经解释里面 没有解释这一条 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出生一定是同真理 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有很多很难人莫名其妙 也有三位一体的同女生子的死人复活了 就是说 所以路易斯讲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任何一个宗教的创立者都会像基督教一样 会想出这么多古怪的道理然后叫人去信 你想要你的产品成功会让人怎么也看不懂说明书吗 就是说你会把你的产品设计成一个没有读过几个天气地都很难理解的 这种东西有人买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基督教开始会有这么多的难题 比方说同女生子 大家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是因为人的被造在亚当里面 亚当上空和亚当立约 所以亚当的被冤把所有人都带到这个败坏里面 因此所有亚当的后裔 再没有一个意的 因为他身上与生俱来 现在就有亚当被冤的这个道德责任 这个法律责任 那现在的这个同女生子就是把这个给切断了 就是他不再是男人的后裔 而是女人的后裔 所以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重新作为一个跟原来那个旧的亚当没有关系的与上帝立约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新的内 如果第一个亚当那里是创造 那个是旧的创造 而在耶稣基督出现这个就叫什么 叫新创造 New creation 所以在亚当的立约那个叫旧约 而上帝以耶稣基督之间所立的约叫什么 叫新约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这两部分对吧 第一部分是什么 旧约 旧约从哪里开始 亚当出现开始对吧 刚刚天地开始 但是重点还是那个亚当的故事 那我们看到新约的出现是谁来开始 耶稣基督 所以在末后的亚当 最后的一个亚当 以上帝重立新约 要挽回这个被约的问题 那我们要注意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有这个身体 是因为他要付出这个被约的代价 圣经说 罪的代价是什么 死 上帝要拯救我们 为什么他一定要成为人 而且一定要有肉身 一定要有成为一个会死的人 因为不会死 他就罪的这个代价 没有办法解决 上帝要救我们 可是罪的公价就是死 神不能够替我们死 神没有办法 他这个要怎么叫 爱莫能处 你人受了律法的咒劲 在这个被迪的情况里面 你要受到这种死亡的这种惩罚 可是神性是永恒卓越无限 是没有办法局限在这个受徒里面 而因此他取了人的身体 来什么呢 来于死 来费仇 这个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张力 就这个被迪的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到人类中间 他取了什么 取了身体 成为卑微的人子 那为什么是上帝自己成为人 而不是直接从土里面再造一个呢 因为他要作为神与人之间的这个 这个中保 神与人之间这个立约的死者 他是一方面 他要面向神 一方面他要代表人 所以耶稣基督他既是上帝 他又是人 他才能够真正完成这个立约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呢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上帝重新造一个人 这个人成为了我们的救主 他用自己的性命救赎我们 我们就输于他 我们就要敬拜他 而这就在神之外好像多了一个神 就是所有被造之物不赔的这个荣耀 因此只有主 救主上帝自己 从来到人类中间 取了肉身成为卑微的人子 这样呢 我们才才他的救赎的这个条件 才能够满足 所以在我讲 在这里呢 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 基督教所有那些难懂的教育 在救赎上他都是必须的 他没有一样是因为多余 不是因为那些学者们 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 然后就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道理 无论是多么复杂的 道理三位一提 神人恶性 同女生之死人佛 他在整个救恩里面 缺一不可 所以为什么这就是 我常常强调的 在教会里面 听到在教会里面学习 难的你要学习 容易的你要学习 因为这是对我们 这是什么 这是能够叫我们灵魂得救的道理 你要了解的是 神的救赎之道 不是你自己喜欢 或者你能够follow 你觉得就OK 那我们 我常常碰到有一些人说 讲道为什么讲得那么难 或者因为圣经本身那么难 我不相信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叫 深入浅出这个道理 我不认为这个有它的合理性 很多人常常觉得 圣经很深啊 但是里面把他讲的这种浅 其实这个背后 有个很大的骄傲 就认为圣经作者是不懂 很深入浅出的 也就是说那些人 蒙上帝特别启示的人 他们是不如你的口才 不如你的才华的 你知道你这个里面 有个很大的试探在里面 你要小心 如果保罗都写到 没话可写 你说我很容易就能够把它写出来 你要不要小心 对吧 有圣经充满灵感如此的人 写出这么难懂 那就因为什么 他真的是很难懂 OK 那我们看 耶稣基督承罪肉身 这样他才能抖替能受罪 那大家要注意了 为什么牛羊不能够设罪 你旧约里面 那个羊 那种的祭物 可以献祭已经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人来到来死 来受罪 你说上帝是不是要求太特别了 为什么一定要献人祭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但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 一个人犯罪了 比方说一个人犯罪了 然后他应该是枪毙 应该是做电影 或者什么死刑 然后这个人说 他说我们家有很多羊牵一只来杀了 这个在法学上是什么 是不对等的 人犯罪牵一只羊杀了 那就是两个生命的代价是不对的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说 牛羊不能够除罪 要是真的够除罪 你不需要每天每次献祭 但是那个是什么 为什么要献牛羊呢 那是因为一种象征 因为要告诉我们 上帝透过这种比喻 透过这种非常实际的 这种比喻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的观点 耶稣基督将要来救赎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很多宗教是献牛羊的 像比如像伊斯兰教 我跟阿恩对话 我说你们犯罪了怎么样 他说献祭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你犯罪了牛羊死了 你的罪怎么能够解决呢 我说今天不要说上帝 也地上的法官都不会同意 我说这是什么法令 他说我们从来没那么想过 那所以我们看到只有人 才能够解决人的问题 因此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几个问题 我想经文就不念 大家知道有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在菲利比书的第二章六到十一节 就关于耶稣的教会和身高 他如何来到我们中间 神就把他身为之高 我要提三点的 第一个就是 耶稣基督社区 社区他在天上的宝座天庭的荣耀 来到我们中间 要让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克服 那我们人生上常有的这种优越感 我们要学习在这件事上 我们要特别的学习去什么呢 去意识到人自身的卑微 因此基督才如此降卑 是因为和我们认同 所以我们在本质上是什么 是卑微 但是大家知道 人一旦在商业上很成功 在他的学历很漂亮 在工作很有成就 社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力 我们人就会自我膨胀的厉害 我们在特别是 特别是像什么 这个湾区这个周围的人 对吧 大家的自我感觉可能比较良好 但是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 我们要学习认识的卑微 不要有那种卓越的那种优越感 我知道在中国呢 我是很熟悉的这一套 比方说乡村的人到了城镇 就会被人看为是什么 是看不起低的一等 然后这个城镇的人到县城 县城又看这些人低的一等 然后县城到了四一级呢 四一级的城市 觉得这些人就是乡下人 然后四一级到了省会 省会那些人觉得这些人是乡下人 省会里面还有不同地位的 所以一线城市我认为那些都是偏偏的 贫穏和落后的 然后在这个一线城市里面 还有什么直辖市认为你们都是吃一提的 所以呢 我以前在杭州上海经常来我 所以杭州人就讲话上海人 为什么因为上海人就是杭州人 杭州人去上海人 上海人就是乡下人来的 我们常常也是很出名的城市嘛 对不对 然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怎么是乡下人 真的一个积温那么大 因为一个上海差不多有十个杭州那么大 原来的小的杭州城 所以在上海人觉得我们是很特别的 对不起啊 有上海来的 但是呢 对北历人来讲什么 你们这些都是算法玩意 对吧 你们都是基层 我们才是什么 我们是黄城根 所以呢 所以呢 但是这个一层一层的 北历人都看不起 很严重 我们知道人一旦 其实呢 很多比方说 不你住北京 你其实就是不过拉板车 他还可以的 我是北京的 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这种优越感 人天生的这种骄傲 我们要学习去放下我们很多的这种优越感 我们要想到救主 来到人类中间是取得如此卑微的方式 而我们看到在这个在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认同感 大家知道在宣教的历史上很不幸的实践就是 常常这些一些国家的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国家 让那个国家很难接受或者说很受排斥 让基督教在那个地方很受羞辱甚至很多羞辱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带有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大家知道 白人在宣教历史在这一点上犯了很多错 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开始宣教就已经这方面已经很犯错 我也有一次到青岗高原去看那边的教会那边的宣教士 你知道有一个在那里宣教士对我怎么说 他说这些少数民族的人 他跟我讲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情绪 其实他的原价之一就是他是汉子 你们知道我就知道他的宣教不会成功 那没有那种认同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 他没有经常暗示我是有来头的 我不过是为主释放而已 你看我有十二个保镖 我们的那种认同感 在卑微群体中的那种认同感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的自我优越感 和与卑微的人群的那种认同感 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 耶稣与神同等 但那个同志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抓住不放 在KTV把他发明为是 没有抢着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权力 他就是会学会 You are 他的right 他的这个权力 他不与神讨论权力的问题 他是设置的 文学会在今天教会里面很 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太坚持自己的权力 特别在美国 我们的这种个人主义 个人至上的这种文化的影响里面 所以我们 我们会什么 我们会一件事情就是 我又应该什么 我就应该说话 我有我的这个权力 在教会里面 其实我们像这个世界见证很重要一点就是 发现你本来是有权力的 你学什么 你就放弃这个权力 这是了不起 我们的要求是超过世上的律 法律 我们不是说今天在法律里面是震荡的 我们就认为那就是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我们要超过这个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放弃一些权力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教会里面 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 就是就是常常有信徒会 一个说一个口头传就是凭什么呀 所以呢就是就是凭什么 就那个就是一种权力自我的自我权力的捍卫 那我想今天在美国这么强调个人权力 这么强调个人的这种法律上的那种那种地位的时候 教会文化恰恰是反起到恶心 我们不是不讲该讲的时候必要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更多的时候学习去放弃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 就是圣经里面叫什么叫 deny yourself 就是设置就是否定你自己 不要太坚持自己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反之做大的都是什么 都是要做众人的仆人 不是只是坚持在那个 那个by law里面 那个law里面给你的那些的权力 我看在北美呢 牧师长老和传道只有传道做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因为只有传道是谁传谁到 所以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要学习去放弃像耶稣基督一样 要不去抗争要坚持自己的权力 愿主赐福我们 让我们来理解他作为卑微人质来到我们中间的同时 也让我们去见证跟他一样见证这样一种卓越的生命 阿们